您好,想弄点啥? 老板,我现在有一个银币 想麻烦你给我看一下价值 看一下价值 拿来了吧? 拿来了 来,我先看看 宣散 不能打开 这也开不了 这是盒子币 已经评级入盒了 你打开,你足够把盒子砸烂 品相一般 品相一般 东西还不错 这东西哪来的? 我偷偷拿我老公的 偷偷拿你老公的? 对 偷偷的拿 你还不能光明正大的拿吗? 你想干嘛这是? 那不是买东西吗? 买东西,然后钱不够了 买东西钱不够了 想把这个变现了? 对 对 你这缺多少钱? 反正缺大概也就一万吧 缺一万? 对 缺一万这个东西 你就即便出手了也不够啊? 但是我老公家里面还好多呢 还有好多? 对 所以说我 我哪里回去 我跟你说啊 你变现这个 你回去跟你老公说一下 另外这个不够 你就是变现的话 这个也不够 你再回去再拿一块差不多 拿一块其他的 你要是再拿一块这样的 那肯定就钱就用不完了 用不完肯定多了比手都好呀 那你这想法非常好 是吧 你的想法非常好 这个 像这个品项啊 估计啊 大概也就大几千块钱 现在市场价 大几千 对 那具体的价值是多少呢? 大几千啊 市场价估计也就七八千块钱 七八千 对 东西没问题 老的 已经苹果级了 老脆的盒子 好 那那个 那行 没事 你想说啥 说啥说 我的意思是 这个 我需要的是那每个东西 价值是一万 然后你说这个又七八千 还差点 对 再拿两个大头也行啊 是吧 大头 小头都行 是不是 拿过来看一下 是吧 再一个你出 你家里面还有这个 对 我老公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嗯 反正家里面也多 我就是随随便便 多 对 那你这家底厚啊 你老公是土豪啊 这 这东西不便宜你 这多呢 是吧 反正家底吧 一般般 最主要是啥吧 嗯 他东西多 我就 就拿个一两块 他也估计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咱不管 先不管知道不知道 正经的跟你说一下 这东西啊 既然你老公收藏这个 说明他喜欢这个 哎 这他的爱好 另外呢 就是你拿你老公的这个东西 这因为这个东西 他价值也不低 是不是 你回去拿这个 你得给他说一声 是吧 你再出手 或者怎么着 变现 是吧 你这这 嗯 虽然说你们俩是夫妻 你们的财产是你们两个人的 但是 你这偷偷拿出来 不合适 对不对 不合适 那比如说你买个包 你老公偷偷的把你包给送人了 合适吗 你肯定生气 对啊 那一样啊 你把他的心爱之物 偷偷的给卖了 给变现了 他也肯定特别生气 知道吧 回去给他说一下 好吧 行 对 他也是让出手了 你再出 对不对 行 可以 那就这样说了 行 那谢谢你老大 没事 好嘞